嘉義縣市連日豪大雨 蒲子溪中上游的漂游物 是被沖刷到出海口的東石漁港 將近二十噸垃圾塞滿了漁港 影響漁船進出 而新港奉天宮前的中山路 昨天水淹即溪 讓店家到今天都還在清理 另外在嘉義市紅蛙裡 也淹出了縣市的抽水糾紛 嘉義市將水排到嘉義縣的太陽管篩檢站 導致等候區淹水引發了明淵 怪手停在岸邊一抖一抖 將水裡的漂流物咬出來 連下兩天豪大雨 將蒲子溪中上游的漂流物跟垃圾 沖刷到出海口的嘉義東石漁港 近二十噸漂流物跟垃圾 幾乎填滿整個港口的海面 縣府三號趕緊派人清除 漂流物塞滿港口 不僅讓漁船出不去 還可能撞擊到沿海蚵棚 讓漁民跟蚵農都很頭大 但同樣在為豪大雨善後的 還有新港奉天宮前的店家 二號整條中山路水淹即溪 水退後店家從二號傍晚清到三號早上 一想到損失就笑不出來 豪大雨造成嘉義縣市多處積淹水 雖積水退去 但也讓嘉義縣市排水問題浮出檯面 為了排除嘉義市紅瓦里淹水 市府使用移動抽水機 將水排到嘉義縣水上的北回歸線太陽管的積水井 但太陽管正進行篩檢就出現等候去淹水的離譜狀況 縣府表示已將抽水機管線加長 直接將水排入台一線省道 但明代強調希望嘉義市想辦法徵收農地等座蓄水池 不能光靠抽水到嘉義縣 也希望縣市政府能夠合作 共同解決治水問題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嘉義報導